一个时代结束了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宿命最终将被打破 然而在波爵云鬼的战国时代 争斗还远未结束 黑暗永远不会休眠 但只要有光明的存在 光明必将摧毁黑暗 在这个时代中 光明与黑暗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仍将继续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蝉游历诸国多年 最后在云梦山隐居 号鬼谷子 成为一代纵鹏家的鼻祖 鬼谷子在继旁圈孙殡之后 又培养出了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合纵连横的苏秦 张仪为秦国实行远交进攻策略的范居 以及玉辽 毛虽 济然 毛蒙 蔡泽 陈枕 吕庚父子等等 优秀的弟子 他们分布战国诸侯之间 后人称颂 战国七雄 才出一门 同时 鬼谷子以卓越的政治家眼光 看到了分裂和战乱 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痛苦和破坏 他意识到 要结束这种局面 唯一的方法就是统一中国 在鬼谷子 和他不同时期的弟子 商鞅 李斯等人的共同努力下 在鬼谷子的精心谋略下 终于帮助秦王嬴政 实现了中国大帝的第一次大统一 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